8月31號是各個國中小學即將要開學的日子 那麼在新北市屋萊國中校 受到這個蘇迪勒颱風的影響 在中間洞校舍的後方土石是滑落 就這樣流進到教室內 可以看到許多的教具以及客桌椅是被土石掩埋 那麼面積是相當的大 所以目前是還難以清除 新北市屋萊國中小學校蘇迪勒風災 主要影響國右班國小一到六年級教室 未來開學後學生該在哪裡上課 校方已經做好準備 像是國右班暫時搬到禮堂 課桌椅以及教具都已經備妥 好如期開學 因為國小樓這裡所在的班級 是有幼兒園兩個班 還有連辦公室 那另外一到六年級的班級 我們都往兩邊來安排 這幾天我們也陸陸續續的架構好 單槍投影機以及網路線的配置 跟電話線的配置 教學資源也都已經進入 因應我們整個學生要放進去之後 他本來有一些可能是像 藝術教室那些有沒有 然後他必須要有一些讓學生可以進來 所以黑板等等之類 都有重新在做規劃 新北市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宗旨 就是讓各校都能夠如期開學 所以各校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們都會盡全力的來做一個脫除 無奈地區連外道路 雖然已經搶通完畢 但校方擔心學生上放學交通安全 將安排三臺計程車為期一個月的時間 接送學生上放學 派計程車用這個客製化的方式來接送 一方面呢 計程車司機瞭解我們這裡的路況 再者計程車司機呢 也能夠比較能夠感受到 我們這個孩子的需求 不過受損校舍何時進行修繕 新北市教育局跟新北市養工處 公務局等單位 會看之後 現階段主要先將校門口旁 抬九甲線通往校域道路修復 再來處理校舍後方產業道路 邊坡滑動情況 目前沒有時間表 而校方期盼能在一百零五年五月 以前盡速修繕 讓學童有安全就學環境 就怎麼這樣 把號新北市屋來採訪不到